陣容能夠打第二節的最後一份多鐘 可以推到三分之外 右衛出手沒進來 底下的三個 起身時艾夫勃被吹的犯規 其實台灣的裁判 對於這種下手 就是對方要起身時 下手的這種撈球 基本上都是會吹犯規的 如果你打得準不準 對 如果說我們看到東超的話 就可以感覺得到 尺度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 在觀念上面 可能還是認為你自己進攻球員 還是有責任把球給保護好 對 像剛才楊和的犯規 現在艾夫勃的犯規 三尼爾還是兩把一種 勃球來到了正如的手上 再撞進去 鐵米抓一個時間插球進 現在回到各位數的差距了 對 這一段時間 第二節的得分是23對19 所以鋼鐵人把分數給追回了 再給右尾 中距離右尾的出衝 有把握 艾夫勃必須要得分了 他今天太多的殘球了 自己的攻擊欲望降很低 薩滿塔 已經纏出了六次助攻 他今天覺得 他單場最高是7次 哇 鐵米冷不防的外線抽冷箭 現在回到這場比賽了 這是個好消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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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